2013台南胡麻产业文化季 11月9号10号在善化登场 善化群龙会特别将胡麻油的制作过程 呈现在会场中以供民众参观 借此机会让民众了解整个自由过程 在全国发生食油危机 就是我们吃的油发生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农会站出来 专国民众知道说 农会的油就是百分之百全的 很喜欢在冬季吃些麻油鸡 加母鸭来补补生子 但最近脚油事件频传 不少民众会忧心自己吃到不健康的油品 善化农会也特别借此机会宣传他们的胡麻油 绝对是严格把关 无任何非法添加物跟混合其他油品 因为我们跟农民弃作之后 就放冷藏库 然后由员工亲自压榨 所以没有假油的事情 也不会掺杂到进口的 也不会掺杂沙拉油 消费者可以来亲自的检验 全部过程都公开 我们还有农药残留的检验 还有HACCP的认证 所以吃农会的油是非常安心的 胡麻产业文化即将在11月份 陆续推动各项活动 民众不妨趁着机会到台南走走 看看这些农民辛苦的成果 也能顺便选购这些无化学添加物的农特产品 记者黄云伟、佛文琪台南报导